我們看看這題目 由於編長為4的正三小型T1 將其各邊終點連接起來 可得另一個正三小型T2 再將T2的各邊終點連接成另一個正三小型T3 依此類推 是求T1、T2、點點點 一直到Tn,然後一直到點點 這周長及面積的總和 首先呢我們來求 這周長的總和 我們假設 T2的周長是S1 那麼這等於 這是用4 去乘以3 我們算出 這周長是12 接著我們假設 這T2的周長是S2 那麼 這T2的邊長呢 因為這是三邊的終點連線 所以呢 這終點連線呢 這長度 會是底長的一半 因此 這周長 是4 去乘以2分之1 之後呢 再去乘以3 那麼這等於 我們4乘以3是12 我們把它寫下來 所以呢 這12去乘以2分之1 接著 這T3的周長 我們假設是S3 那麼這等於 我們是用T2的邊長 再去乘以2分之1 得到T3的邊長 所以這是4乘以2分之1 再乘以2分之1 那麼周長呢 是三個邊的總和 所以呢 這裡直接乘以3 因此 這等於 4乘以3 這12 我們把它寫下來 然後乘以 這是2分之1 乘以2分之1 這是2分之1 括號的平方 那麼 依此類推 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出 這 周長的總和 我們假設是S 那麼這是 S1 加S2 加S3 一直加 一直到無窮 那麼我們可以看出呢 這首項是12 那麼 公比呢 我們可以看出 這是1分之1 所以這裡是12 然後加 12 乘以2分之1 然後加上 這12 乘以2分之1 括號的平方 然後 以此類推 因此呢 這總和是 1-R分之A1 那麼也就是 1-1分之12 那麼這等於 這是2分之1 分之12 所以呢 我們是用12 去乘以2 我們答案是2的4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求 這面積的總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首先 一個正三角形 邊長假設是A 那麼 這個正三角形的面積 這會等於 4分之更號3 去乘以A平方 那麼T的面積 我們假設是A1 那麼這等於 這是4分之更號3 去乘以 這邊長是4 所以這裡乘以4的平方 那麼 我們得到 這等於4 更號3 接著T2的面積 我們假設是A2 那麼這等於 這是4分之更號3 去乘以 這T2邊長呢 我們剛剛算出 這是4乘以2分之1 所以這裡是4乘以2分之1 再取平方 那麼這等於 這裡4的平方 我們去除以4呢 得到是4 所以是4更號3 然後乘以 這是1 2分之1 然後取平方 所以這裡是乘以1 2分之1 括號的平方 那麼 T3的面積 我們假設是A3 那麼這等於 這是4分之更號3 去乘以 他邊長的平方 那麼我們剛剛算出 這邊長呢 是4乘以1 2分之1 再乘以2分之1 然後這裡是取平方 所以呢 這等於 4的平方 我們去除以4 那麼得到是4 所以這裡是4更號3 然後去乘以 括號裡面呢 2分之1乘以2分之1 是2分之1的平方 那麼外面再取平方 所以我們得到 這是2分之1 括號的四四方 因此呢我們看出 這規律呢 這是4更號3 然後這裡是4更號3 乘以2分之1 括號平方 這是4更號3 乘以2分之1 括號四四方 那麼我們看出 這是用前一項 再去乘以2分之1 取平方 所以呢我們看出 這是一個等比數列 首項呢 是4更號3 那麼公比呢 是2分之1 括號的平方 那麼也就是4分之1 因此 這面積的總和 我們假設是A 那麼這等於 就是A1 加A2 加A3 一直加 到無窮 那麼這等於 這是4更號3 去加上 這是4更號3 去乘以2分之1 取平方 這是4分之1 那麼公比是4分之1 所以呢 A3 這面積呢 是4更號3 去乘以 這是4分之1 括號的平方 好 那一直加 好意思類推 因此呢 這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首項呢 是4更號3 公比呢 是4分之1 所以這總和為 1-R 這是4分之1 然後分之首項 這是4更號3 好 那麼這等於 這是4分之3 分之4更號3 所以呢 我們用4更號3 去除以4分之3 就是用4更號3 去乘以3分之4 因此呢 我們算出 這面積的總和為 3分之16 更號3 這個答案